这个非洲姑娘叫菲利斯 24岁来自坦桑尼亚 她从非洲嫁到中国陕西农村呢已经有四五年了 先后为丈夫生下了一儿一女两个混血宝宝 丈夫常年在外打工 她呢就带着两个孩子在农村生活 平时除了要照顾两个孩子 她还要照顾一个耳聋的公公 她勤劳能干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而且啊她还能用手语和聋哑人公共交流 除此之外呀 她还跟邻居学会了不少的中国美食 就连当地的特色白虎石酸汤和闪男的这个腊肉鸡蛋皮子呀 她都能轻而易举的做出来 她的温馨日常引来了无数人的关注 但是随着关注她的人越来越多 一些质疑的声音也随之而来 有不少网友觉得呀 她的背后是有团队的 是有人在帮她炒作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跟我菲利斯的视频呀 我们可以知道菲利斯在非洲除了她的父母之外 她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 她经常呀会通过手机和远在非洲的父母进行视频通话 丈夫常年在外打工 她作为留守妇女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呀 她没有丝毫埋怨 反而每天呢都是乐呵呵的 不但将家里打扫的非常干净 而且还把两个孩子都教育的很好 地里的农活呢 也一点没耽误 对待公公更是非常孝顺 大儿子豆豆和小女儿菲儿在她的教育下那是懂事又乖巧 儿子豆豆经常主动帮妈妈干活 而且特别会照顾妹妹 对爷爷也非常尊重 每一次吃饭她都学着妈妈的样子 把好吃的呀先给爷爷吃 还会耐心的给爷爷打手势来交流 爷爷虽然是个聋哑人 但是爷爷什么都会做 像家里的农居呀都是爷爷做的 对于网友质疑她背后有团队 菲利斯也不回避 直言她自己不会拍视频 还说帮他们拍视频的大哥人特别好 其实她的摄影师也曾经出现在视频里 摄影师叫老李 老李和菲利斯是一个村的 经常帮菲利斯干活 比如什么搬砖头搬骨子之类的重活 老李每一次都是冲在最前面 什么活都干 菲利斯说就连小女儿断奶呀 也是老李把孩子领回家 帮她照顾了7天才让小宝贝成功断奶的 可见这个摄影师老李的人品是真的没话说 其实不管有没有团队 菲利斯身上的勤劳善良孝顺 以及她的聪慧都是值得肯定的 从坦桑尼亚来到中国 面对两个国家文化的不同 气候的差异 以及这个饮食习惯上的不同 菲利斯都能够成功克服 自从选择嫁到中国农村 她就努力做一个好妻子 好妈妈 好儿媳 从她身上展现出的这些品质 都是值得赞扬的 大家觉得呢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见了 大家喜欢菲利斯吗